他這裡覺得自己的A9是大的,選擇做一個Value Bet 那這裡下注21萬5千的積分牌 Adams跟著,然後華僑是看見Brain Kenny的踢腳比自己大 這裡Kenny兄弟拿下了底子 好,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最短馬是 我们的Dominic Niche 已经是只剩下10个大盲注 而我们的David Peters 还是17个大盲注 倒数第三名的Dance Smith 拥有20个大盲注 都是比较的岌岌可危 我们的目前盲注级别是24万 本场赛事是传奇扑克2019年冀州战 Super High Roller超高额买入豪克赛 200万港币买入No Limit Hold'em的主赛是Day 2 已经达到Final Table 只剩下8名玩家 面对一个Adams加注 这里博弄莫是拿到了一对7 选择跟注 这里的Smith是 面对一个26万抵注的死前 他选择放弃了他的大盲 给Adams是一个 带给Adams是一个童话听牌 那这里势必是会对BONOMO的一次下注 进行Check Call 过牌跟注 BONOMO这里的守队 在APP的面上也是一个不错的牌力 他目前应该是会考虑自己还是处于领先 在26万的抵制中下注7万5千 作为一个小的价值下注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守队7的牌力 这里Adams范围内有大量的两高张 这里一个守队7的下注 是从这些两高张的听牌中索取价值 不想让他们看到免费的听牌 在跟注之后 我们Adams看到转牌来到了一张5 那么他现在是有勾舞两队加AT角 依然是有一手强摊牌价值的底牌 在两攻队的面 他的A嗨踢脚 依然是有很强的摊牌价值 同时他的A3红桃 还可以有一定的发展 在合牌加强牌力到花 在这里波那么是继续下注15万 好各位观众我又回来跟阿同搭配来为你们直播 刚刚说我跑去吃个饭 可以看到我们的Adams继续选择跟注 现在为大家带来解说的是 来自我们包到台湾的大亨林承安 和阿同为大家带来解说 我刚刚没太看到前面的一个Action 感觉应该是一个Adams open 然后Bonomo在Cardvuk平跟吗 对 在翻牌前是一个8万的加注 和一个8万的跟注 然后在前面两条阶都是Adams 在Flops是过牌跟注 然后在转牌 面对Bonomo的第二枪 是选择做了一个52万5千的满持下注 我猜Bonomo这边是不会盖掉的 可是如果他跟下Adams敢打River的话 Bonomo就只能盖牌 对 Adams在这里是 比较的难确定 如果他这里是选择一个跟注的话 很可能会在合牌遭遇第三枪 对 好 我猜错了 被打盖 因为他这里的确实有很多一些勾 的范围 有勾会raise吗 也可以啊 也会啊 把底子盖大 对 因为可以打对手也不相信 有勾的话 有勾的话 这里就想抓对手 因为在Bonomo这里已经是连续两条街的下注 他有勾的话可以在这里是抓一些对手 可能会抵抗的一些圈圈KK 四肢把牌不是没有苏利贝吗 嗯 也有可能是慢打的嘛 不过还是有一些 一些手的 是有手对子了 像七七八八这种 对吧 因为这里 Bonomo的确是有可能会用七七在这里精神一个对前卫 给check race的跟住 对 那我们的Pete 有一个King Queen 选择在UTG直接盖掉 那也可能是因为他后手筹码太少了 没办法玩这一个 呃 百分之二十的七手牌 对 如果这个牌是在专位或者COA拿到 那就是毫无疑问的一个 Race Walling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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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個加上 賠率上是夠的 賠率上是夠的,可是就是 排太小 賠率上對一個Hijrack加助的 盈利一定是夠的 我們的 中了一個 Jay在Turn Huston這邊會一個 在猶豫要不要 保護自己的山影隊呢 他很有可能下一個 五萬的籌碼 一個四分之一的 主動下注保護自己的 山影隊 那如果Check被攻擊的話 他的三配可能就跟不太下來 這裡 Bono也是非常非常 他也是非常非常 非常 穩健的選擇了過牌的他的勾 去完美的隱藏了他的勾 我覺得現在他們打牌的策略 跟剛剛的策略其實好像有一點點轉變 對,就是他們會 希望有辦法打到 攤牌,因為現在是 Bubble time 所以 在兩個人 只出局才會有錢 所以現在他們感覺 就算中了很大的牌 他的那些搏架值 可能不會拿得這麼多 對,這裡 Huston是並沒有選擇 在核牌下注 那面對這個兩條街的Check 他核牌應該是要跟住了 就是說在Bono已經 前置位Check兩條街 他的核牌 還不動的話 那麼 面對Bono這裡 核牌 勢必會有一槍 對 可是我覺得三一隊可能跟不下來 但是因為Bono在前置位已經是 連續的過牌 對 好了 又是一個超池 可以看到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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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 在二十三萬裡面 在二十二萬裡面 下注了 二十五萬 對 就看他的一對三能不能去抓了 我覺得是抓不了 我倒是覺得他這裡 很有可能會拿一對三抓 因為 Bono的確是在這裡 已經是連續的失落 他在TEN上的那個Check 是把他的牌力 藏得非常非常好的 是 而且是面對一個Hexter Hexter 是三條街的過牌 那麼Bono這裡 極大可能說 我下一個中注 可以用一些很 我可以用手裡全部的範圍 去下一個中注 打掉你的 對 明顯被蓋冒的範圍 因為Hexter的意圖 已經被Bono發現了 Bono發現你這裡 既然是Check了三條街 那你一定是 如果手裡有東西 一定是準備Cody三條街的 那我就給你一個 非常非常噁心的下注 你看他這裡還在思考 他選擇跟注 非常精彩的一次 掩藏了他的狗的牌力 Bono這一發是厲害的 River的一個Overbet 對 因為這個等於就是 擠壓下注 把他在轉牌 本該去Value的一槍 打到River 兩槍合在一起 兩槍合在一起 Overbet 對兩槍合在一起的話 對手反而更加會 會拿一些本來去 一定要去防你一條街的一些牌 去防你兩條街的價值 這個就是他的 Bono這把真的打得非常好 非常的厲害 不過是我可能會蓋 會蓋牌吧 我的一對三我可能不會放鬆 我 我還是會頭鐵的選擇跟注 因為這裡 Bono演的實在是 太好了 他 就是因為 他 演得太好 所以是真的好 對對對 不過是 我其實 如果是我在前置會 我看不到Bono的手牌 我看不到Bono的手牌 我覺得他 已經是過牌兩條街 你都不打 那麼在這個面上 我有隊可能 就是真的要抓他了 可是這隊太小了 對 隊太小了 對真的 這隊太小了 Bono在轉牌那時候 過牌是真的 是非常的精妙 非常的精妙 這個可以偷學一下 對 就是 轉牌我不打 然後合牌打你個不相信 等於就是在轉牌的一槍 延遲到合牌 把牌壓縮起來一起打給你 本來你直接選擇了一個 COA的ALL IN 直接OE 拿一個Pocket 5 後手大家都 最有效籌碼 只有25個大猛 大家都沒得跟 我們有 通過剛好一手牌 偷學到了半招 回去可以自己試一下 所以 當然 偶爾也要在這時候 偶爾也要Buff 不會每次都有牌 對 不過通往這樣打應該都要有牌 也未必來 因為對手如果 的確是high牌 扣不動 對 下注的魅力就在於 不管對手是扣還是fold 你 掌握了一個主動型 你就已經在 期望上領先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打Pocket 一直提倡 在特定的場合你要激進 要比對手更兇 因為你只有主動的Bet 才能給你帶來 對手的氣牌率 那現在 Ellams在UTG 仗著自己是Chimp Leader的優勢 選擇Open了一個K7桶花 我們的BetJ10也沒有選擇防守這把Q10 那主要因素也是因為他現在 桌上比他短籌碼的有兩三個人 那雖然他的籌碼也不是很多 只有25BB 所以這時候 在中間籌碼的人 範圍就會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黑白禮,我還沒購入一個地方 長期期間 VD在這裡已經是不到10個大毛 你已經差不多八個年了嗎 對 Hijack Dance Smith拿到一個 可以Open的Range 可是他現在應該也要考慮說 適不適合 這平常都是會Open的啦 其實現在就是接近泡沫期間 大家手排的範圍都會稍微縮緊 而且他自己的後手也不夠多 對 選擇放棄,非常的理智 Debbie Peters要O-In了 這時候一對四在裝位實在是顯得太強了 這邊應該不會選擇Open 應該要15個大毛應該直接O-In 對 因為一對是需要保護的牌力 需要打足對手的棄牌率 我們的Peters出發了 他已經把自己的籌碼點得非常清楚 他已經把自己的籌碼點得非常清楚 I'm all in,595 Adan 在這邊面對15個大毛的O-In 沒有選擇跟組 對 很穩定 可能稍微比較多了啦 15個BB人太多 10個大毛以內應該是會跟 對 How do you like it? I spent like a week there once It's been like a week there once It looks really cool place Rendal's out When I was working for Starz Ginger help me Ginger help me Ginger help The production company for a bunch of their content is based there And I went there to record commentary for Scoop final tables Right That doesn't Yeah Of course That makes Great place to live 十個大毛 A5 還是忍住了 Brancanny 這邊我覺得會選擇一個加注 中間籌碼的會開始挑緊 那大籌碼會開始放寬他們的手牌範圍 I saw them look a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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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色之后 得到了一个跟注 那么大盲卫波诺莫这手勾巴同色 应该也是会选择跟注 毕竟在前职位 已经有两名玩家进入敌持的情况下 这手牌的赔率更加的好 而且有很强的翻后期望 七赔一就可以跟了 这个太划算了 对 而且这手牌实在太好看了 我们的 Brenkini是拿到了顶队代抽两头胜 这边其实是有机会会check的 你觉得他会打吗 其实打不打都倒无所谓 直接队到两架 我觉得check也是没有什么关系 稍微打一点嘛 我觉得这个面因为队两架 一个正常的c-band也是可以的 他这手牌是不是太怕被对手check race 还是能跟 对 还是能跟 这里不是太怕吃操作 然后我们的波诺摩斯也直接在这个面上选择放弃 对 虽然他击中了一对钩 但是在这个面上 他的牌是没有什么发展面 如果对手现在已经领先塔 那么基本上他是很难去反超的 谢谢网友们送我们的主旨 谢谢网友们送我们的主旨 所以他抓满 不然你看你持续的有牌 那如果要筹码少一点的话 可能不一定会玩这个pocket force 可是现在筹码非常的健康 75个大马 所以这也会是他的一个持续open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这边的Dan Smith 他有效筹码大概是18个大马左右 那有可能会选择跟住吗 还是要直接all in呢 跟住慢打和all in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拿出了一块计时牌 再多思考一下 因为现在比较尴尬的是 现在接近奖金圈 因为慢打会有一些风险 对于他来说 这是一手很难放弃的价值的牌 所以依然是我觉得 他还选择all in 因为很多时候相信这个KK对UTG 可能会选择慢打 对可能会贪一点 对现在这个快要进入奖金圈了 所以他还是不想让人家跟进来 我是在想 这手牌已经拿到这么好的牌 我想多摊一点 去把对手多圈一点进来 我是可能会选择all in 因为我还是会觉得说 会有风险 而且又有几个短马快GG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活着可能 就是活着更重要 活着可能会更重要一点 只是看各个玩家的锦标赛的目标 和策略 这就是宏观策略 跟技术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跟技术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好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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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 BONOMO他一边打牌一边吃的东西 补充一下体能 看来 看来 那你要不要再预测一下谁会冠军呢 冠军啊 我一定支持我 我是一定支持我 我想的 我一定支持BONOMO 那我继续再猜一个目前比较岌岌可危的筹马 Peters吗 No Dominic Dominic 对 Dominic Niche 我们的 888 BONOMO 的台柱 你会不会看到三个手 那是 那是好 那是好 我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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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 不要 我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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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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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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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有效筹码是27个大码 选择open两个忙住 现在他们open size的鞋都是只有2BB而已 对 就是在这个阶段越来越谨慎 遭遇抵抗的时候损失的越小越少越好 每一颗筹码都是异常的珍贵 Den Smith I started the hand with a million and seventy Thanks Den Smith这个平常一定会抵抗的一个牌 可是在这种接近泡泡时间他会也一样跟着在跟吗 I wonder what time that Chinese are open Probably eleven or so I think they all close early here I think they all close early here I think they all close early here Earlier than eleven? Check Tem 好双方都没有击中 Huston还有一个 Nats的 Hormen花 对北斗后门花 都没有提出 選擇下注 四分之一 那麼這裡沒有什麼概念的圈八雜色 圈八黑桃是選擇直接棄牌 非常的穩健 我們的Dominate現在剩下七個大王 對 我預測他會奪冠會不會太過艱難了 不過撲克世界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對 歷史上已經有很多次冠軍最少的時候 只有一個盲主打上來奪冠的 對 他目前還是有七個盲主 如果被淘汰在前圈口是一件非常令人沮喪的事情 那David Peters這對一對三應該是選擇要蓋牌 對 如果籌碼少一點十個BB以下 他一對三就好像只能冒險Owin 好 我們的波諾默是拿到了一對八 在後手四十五個盲主的情況下選擇做了一個mini race 那我們的Briane Kenny 很有可能會拿A6童話選擇做一個3bet 這手牌也是比較好的在有位置的時候 IP3bet真的非常非常好的範圍 再加上現在這個bubble time 那波諾默勢必不敢抵抗太多 因為現在快進入前圈了 對 在這幾天 加上這個3.5bet左右的一個3bet 這時候其實一對八在平場的時候應該是應該是會沒有什麼懸念的跟住 可是我覺得這邊柏諾也不是沒有機會蓋牌因為桌上有太多短碼 他應該不會願意進去跟一個cover他籌碼得很大 才選擇跟住 我這樣子的話他的後手只剩下1.5m 三十幾個大猛還可以 這八八本來就是領先對手的range很多了 所以應該沒那麼容易蓋牌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玩家他們的3bet範圍也是比弱的玩家要寬一些的 我們大部分的玩家的其實一個普遍的一個技術上的漏洞就是翻前的3bet範圍太窄 需要還是要需要拖寬一點翻前的3betbluff範圍 當然不是說很提倡用一些垃圾牌去翻前風浪的去跟人操作 一定是需要有一定的數學上的高期望 像同色的AX 像A5A6這樣子的牌 在一個有位置的情況下 遊戲一個3bet的底池 是非常的有力的 然後這邊我們Kenny運氣很好的中了一個AX 那我覺得他也很有可能不會選擇下注 可能在Riverr在拿一個value吧 因為這個底池目前已經是非常的大 如果要下的話我猜也會下一個比較偏小的注 那我覺得這邊Check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這裡Bondom的範圍裡面也是有很多的大AX 畢竟他是在沒有位置的情況下跟住了一個3bet 可是因為現在上面有K了嘛 所以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對 這邊Bondom沒有中到set的狀況之下 又有兩頂帽子可能跟不太動 選擇蓋牌 因為他也知道對手這裡其實很難有一個bluff的範圍 這些頂級高手在一個300的底池裡面打的會比較謹慎 特別在這種階段 沒有必要會用一些就是完全沒有概念的牌 在這樣子一個很容易被跟住的一個發展面上 選擇激進的bluff 對手哪怕是300bluff也是有很多很多的AX組合 而對手的3bet value的範圍裡面 也有很多強A 強K 即使是沒有擊中A和K 也是有很多比他大的對子 994010勾勾 我們看到我們的Dominic Nishtar這裡是拿到了Dominic Nishtar 拿到了一手非常非常top ranger的牌 可惜沒有任何玩家可以去跟他做一個對抗 這手Pocket Jack是非常非常強的 在只剩7個網主的情況下 幾乎是跟AA沒有什麼任何區別了 這次彼此有所回想 那邊的牌 回到你的心位 啊 差不多 手柔軟 手法 謝謝 這個遊戲是說吧 嘩 這個遊戲他們說到我們 然後他們可以選到短暗的遊戲 可能 Dominic,這邊應該會蓋牌 面對一個槍口加一位置的open 哇,這裡Rankinic拿到一手怪獸牌 那這個籌碼量我覺得就可能會跟住了 而且BRANKINIC也會希望後面有一些短碼玩家可以o-e 所以他很有可能這邊選擇會slow play 那正常來說都會3-bet 那只是跟住會是一個會出現的選項 還是3-0-5 還是選擇了做一個3-bet 對,依然是一個三十萬五千 而且這是,哦,啊,完蛋 那這手牌 這手牌 啊,我們緊了一整天的Jayton會 因為這手牌被淘汰在第八名嗎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蓋掉 蓋得掉嗎 有可能 因為桌上有其他的短碼嘛 那,現在很靠近獎金拳 而且,呃,BONOMO的位置比較靠前 那,Kenny去選擇3-bet他 那,我現在講的是因為現在接近泡沫期啦 那,正常中方來的時候 這個一定是一秒就推出去了 正常是絕對紋死的 可是現在因為是Bubble Time 所以,呃,再加上Jayton剛好是本桌最緊的玩家 所以,我覺得一半一半吧 我覺得還是會推出來 我是 我是覺得這裡他很難蓋啦 他很難蓋 這個很難蓋 因為我剛剛就有講說 這邊是 呃,基本上一秒就會推著牌 再加上 因為你要想 再加上那個Bronkane抽馬又多 還有可能去刪批一些熱身 哇,真的蓋掉了 真的蓋掉了 真的蓋掉了 哇 Bubble Time這時候蓋掉一個Jayton 我覺得是蠻正常 在後手只有二十多個忙住的情況下 真的蓋掉了 狗狗,哇,太...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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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嗅覺了 太有嗅覺了 我覺得這邊... 驚嘆不易 我覺得如果Bronkane你這邊選擇跟住他的KK 可能...Jayton就要推了 對對對 欸,沒有喔 我覺得Jayton不會推喔 Jayton可能會用跟的 不會啊 那如果是對一個槍口味加1的一個open做了一個跟住 這樣子底前他二十個BB 狗狗是要出去了 沒有,照理說要出去 可是泡泡期間不會出去 泡泡期間可能會哽 對 因為這時候會改變大家很多原本的模式跟範圍 那我覺得他Jayton在忙住 我覺得會變成一個防守派 嗯 我這裡能直接蓋掉一對狗 真的是非常的...而且是一個超級正確的一個蓋牌 有一個pocket queens 對,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Bronkane已經在之前連續做了兩次 同一個尺度 三十萬五千的一個3bet 對 所以他的形象其實在這張桌子上應該是算不太好的 對 特別是現在他又一次動手 哈哈 他又一次在交二位置動手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我們的Jayton真的是... 把一個... 錦字... 演繹到了極致 哈哈哈哈 在他不然不驚的外表下 沒有人知道他做了什麼 他蓋掉了一手... 這麼大的 對,口袋勾 在後手只剩下二十多個盲珠的情況下 蓋掉了一手口袋勾 在後手只剩下二十多個盲珠的情況下 蓋掉了一手口袋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嗅覺敏銳 我如果坐在這個位置 我已經被淘汰了 我可能... 對 我應該是這場比賽的 如果拿到這場勾勾 我應該是被淘汰了 在這裡 我是應該也會蓋掉 真的厲害 我的水平還沒有高到 可以在這裡蓋掉高高的第五 每場錦標賽就衝著冠軍去 哈哈 不太會在泡沫圈去... 避讓 所以我經常在泡沫圈裝鋼板裝死 又來一個55 那在8人之後UTG 他要推了嗎 他選擇ALL IN 因為目前他的馬量是十個BB 不到 十個BB少一萬 來看一看有沒有人可以抵抗他 目前還剩兩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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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 Adam是可以選擇CALL了 十個大忙應該是會跟的 對 因為 畢竟他剩下十個大忙 他所推的範圍也會增加 對 而且也沒辦法了 因為他下一手牌是要做大忙 要負兩個大忙 如果這裡不 如果不去拿這手55推出去的話 那下一手牌打完之後他只剩七個 七個大忙 然後 七個大忙的話他應該的錦標賽生命只剩下一圈牌了 現在就是剛好他是用UTG 所以 Adam 是在稍微猶豫 對 如果他位置在往前兩個或三個應該馬上就跟了 啊 還選擇跟住 好 我們是一個COINFLIP 翻硬幣看起來翻到了 啊 Dominic 我認為要奪冠的男人 應該不會被我奶死吧 呵呵 翻牌擊中 了 沒有 又多了四個奧子 啊 但是 如果掉一張89Q的話奧子又會再度增加 現在是 大牌都很危險 對 大牌都挺危險 喔 還好 目前又頂住了 現在是一個23對77 看一看最後一張牌能不能頂住 一張A 一張Go 或者一張10 都能為Adams帶來 一個角色 喔一張10 角色 我們的Dominic出局了 沒有創造奇蹟 對 為什麼我看好誰 就會把他給 堵死 啊 我 我比較喜歡的 一個牌手 Dominic Nichians已經是 遭到淘汰 那目前為止 場上還剩下7位玩家 進入到一個正Bubble的階段 及泡泡 那我們現在籌碼最少的是 我們的 買了4手的 Tabby Peters 對 他只要 再 再 熬死一個玩家 他就可以 稍稍的 絕大的回本 大家 可是大家都希望他先被熬死 對 因為他目前只剩下15個大毛 而且我們是6人桌 會進行的蠻快的 7人桌 喔7人桌 對對對 好 為大家帶來的是 傳奇撲克2019年季州戰 超高額 買入豪克賽 200萬港幣買入的 No Limit Hold'em 德州撲克 主賽的 Day 2 目前這場比賽已經吸引了48手買入 每一手買入是200萬港幣整 也就是報名費200萬港幣 目前場上剩下7名玩家 最激動人心的時候到了 這個時候只要再淘汰挑任意一名玩家 剩下的玩家都可以享受到最少最少690萬的港幣獎金 那Smith這邊我覺得還是會選擇一個加注 或者是蓋牌 應該不至於會直接O-in Colon Super Wide 好 直接蓋掉他的Pucky 7 對 所以看大家在獎金圈的時候其實 範圍收得非常的緊 好 這把有意思了 兩個桌上最深的Chupleader 看來是要稍微對決一下 那很多時候Kenny會選擇3Bet 可是這時候 他不會去在沒位置的時候去挑戰桌上抽馬 他會選擇到最多的人 謝謝 謝謝 目前在一個面嗨有一對A的情況下 他的K嗨其實是一個ValueBet在這裡 好 勾他也是不錯的防守範圍 好 抵抗了一個勾圈中了一個圈 那我們的Adam還有一個後門花 那我覺得很有可能會再下注一條街喔 他就期望把對手的五一對 或是一些High Card打蓋 那對手如果A死的話 也不太會選擇做Check Race 那我覺得這邊很有可能會再試著下注一發 看能不能把對手打蓋 下了一個幾乎滿池的下注 他即使面對這個下注 即使中了圈 反而還是覺得有點難受 因為對手這個打法 很像是範圍裡面是中A了 那我覺得Kenny如果他Flow一個 勾圈很有可能會跟住 那唯一讓他會有蓋住的念頭跟動機 就可能說算了 Bubble Tine人贏一把 不然這個圈其實是對Button的Range來說 中一個圈應該是會跟住的 Bubble Tine人贏一把 我們來看一下River會有沒有來一個 黑桃5黑桃5 黑桃5 好 Riverified操車操車 再操車 對實現了反超 那應該就是一個 兩方都會選擇做一個Check 對 因為兩方的他的攤牌價值都很高 並且這個底持已經這麼大的情況下 而且都會擔心對方有S 对对对对 因为你实在是像这里Adams完全不能确定对手的范围里面有没有S他只能选择过牌 然后看到对面是击中了圈是非常的开心 他超级的无奈 他本来就flop就落后了 对 你现在是依然看好BONOMO吗 我还是看好他 虽然是有点盲目的支持 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所以他赢的话我就会获得更多的正能量 我这里可能会看好我们的哈利波特Hexen多一点 目前的情况 希望他不会被我奶死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哈利波特在这场比赛还是打得比较的激进 虽然他现在马亮处于中下游位置 中游位置 在他后面还是有两三位玩家 我感觉他激进打法在泡沫圈会为他取得一点的优势 因为他很赶 我觉得他做一些bluff的时候就很有魄力 那这把蛮有意思的哦 这把BONOMO选择在buttonlimp一个有点价值的牌 他没有选择加注 选择只用limp 那Dance Smith会不会再变all-in呢 其实他要想想看BONOMO会不会limp一些好牌 那如果假设他limp的range里面没有这么多好牌 他QK很有可能就会all-in 因为如果Kenny有好牌一定会加注的嘛 所以他的QK有可能在这边是可以all-in的一个选项 可是他现在应该不是桌上最短的嘛 是桌上最短的好像 没有还有一个David 还有一个David 但是只比他少了十万而已 对如果在这边BONOMO不会limp一些很大的牌的话 那这个all-in对Dance Smith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那当然如果他选择check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他也是要避免这时候淘汰出去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手牌真的是很强了 在这个位置这个马量来说 很强很强 特别是面对的是装卫和小盲卫的玩家 可是如果在造场里说 比如说BOTON OPEN 这把大盲3BOWING是一个 蛮正常的一件事 可是如果在这种泡泡期间的话 他很有可能选择只用跟注的也是有可能的 对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哈利波特会不会有更好的机会 那这边UTG90童话非常的漂亮 但是玩不了 只有12个大盲玩不了 对这手牌就是因为自己后手冲码不够啊 玩不了就很尴尬 对 这手牌如果是在大盲位或者是装位 是给Bronkenny的话就加住了 对 可惜的是在最糟糕的不能玩结构牌的位置 那Kenny这边有一个J2不同花 因为他筹码很多嘛 所以这时候他可以不断给对手施加压力 所以他很有可能会选择家族 对这就是深筹码带给短筹码的一些压力 他可以尽情的剥削在这个阶段 那是一个比较大Size的加住 对2.5 2.5 2.6个大盲 那哈利波特我觉得应该直接盖掉吧 虽然他Defend本来就超级爽 对他头很铁 他头很铁了 对在大盲位他会 还记得我们刚刚Defend不是3.5欧吗 对 他3.5欧都Defend他7.8欧放掉了 因为他现在我觉得跟那尺寸有关系 对跟尺寸有关系 因为刚刚3.5欧是2BB嘛 那现在是2.6BB 对2.6BB 这些芯们都说没有钱的价值 然后列出这些货币 它是值得的 对 对 那是则通过我 我一直在货币 也许是一个真的货币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货币 所以这是$23欧币 好,我们哈利波特要选择All-In了 去剥削Peters的大盲 那Peters把又少了两个大盲,只剩下十个大盲不到 对,又是十个大盲不到 正常的时候就是个粗暴的All-In 那我觉得有可能引诱对手用Limp跟住All-In 应该就这两条路了吧 就要选择第三条路 加住 加住的话他这里是跟不了了 97很难啊很难 两位玩家目前都很短 不过这个97在这个马量很艰难 因为他已经是很短了,如果进去能击中的话 就要打完了 对,而且他现在是没有ICM压力 全桌就他最短 可是97太小了 太小了一点 你说如果什么10J童花可能会跟一下 十沟是一定要跟的啦 十沟童花一定要跟的啦 十沟童花一定要跟的啦 跟一个看有没有中 对,因为如果是十沟童花 你进去在有位置情况下 你真的是有特别多的关联性 这辈子大概率是能击中好东西 比特斯是不是在玩手机了已经 哎呀我已经最短了 你们快点再拼一个出来吧 躺进圈算了 或者要不要这样子 你们每个人给我100万 每个人给我100万港币 我就自杀 在这里随便拿手牌 推了算了 好,我们的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拿到一个巴基金 对,看来我的 预测的夺冠人选 要开始 就从这手牌开始 奋起直追 那我相信他这边 应该也不会选择直接偶尹吧 应该选择做一个三倍的 或是他会想要 应该也不会跟住吧 我可以看到 Brenkenny这手牌 加住的是 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还 还还蛮合理的 因为现在就是 Bubble Tine 他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那什么都没有 就从这手牌 他开始 抢回来一些 我们的Adams和Brenkenny 继续以420万和306万 保持领先 除了他们两位之外 其他的玩家 其实都是处于一个 比较 还算比较 边缘的安全区 我们的Hexen 帕里波特 已经是拿到 排到第三了 你看他27个王主 133万 已经是排到第三了 那我们的Peter 剩下9BB 他还可以 看他继续open吗 盖掉 其实Brenkenny 要open的时候 他也会挑选 那时候忙住是谁 啊 我们的Peter Puckyduce 在Barton对待 有名玩家 应该要推了 而且刚好大忙 又是最紧的 Jetton Jetton 所以 这边很有可能要推了 但是如果Jetton一旦call上来 他要知道他要走远了 对 因为Jetton的call all-in的范围一定是非常非常紧的 啊 这里是一个标准的 all-in 我们Peter Jetton 没得跟 没得跟 两位玩家都没得跟 他又成功的熬过 一轮 又抢到了一个大忙 一个小忙 没抢到一轮 你就可以多看一圈牌 多看七把牌 对 然后你有221分 221分 1的机会拿到一个AA 所以大概是几% 3% 对 你还有增加3%看到AA的机会 每O-in一次 不需要AA PK 6% 一个圈圈加油 已经非常非常稳了 圈圈加就是12% 对 圈圈加12% 对 Dance Miss 会不会直接盖掉呢 毕竟后面要5名玩家 在Bubble Time的时候 会做一些策略上的调整 平常会加注的牌 很有可能都会弃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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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